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鲜汤是日本一种特有的公共浴池,需要赤裸着身体才能入浴,受到不少日本人喜爱,日前却在日本札幌市发生一起男性混入女汤,浴池的事件引起不少的讨论。 根据Sorry B报道,一名50岁的男子在本月10日晚间90左右,戴着一顶黑色假发,脸上化妆,企图混入女汤,柜台人员也就这么被他闷骗过去,让这名男扮女装的男子在女汤中泡澡长达50分钟。 该男子过程中频频遮住下半身,明明女汤中大家都是女生,却要一直互助下体,这样的动作引起一位女客人的注意,加上该男子身高有180公分左右,身形高大,女客开始起疑,向柜台通报以后,男子的行径才曝光,最后男子被警方逮捕之后,还变成我是女生。 事发后,这起事件在日本疯传,许多女网友表示很恐怖,抨击公共浴池的入场管理太过松散,才会造成这种事情发生,柜台人员应该提高警觉才行,也有人认为这么一个高大男子能够在女汤中待50分钟,非常不可思议。